就在这个尴尬的时机 莫斯科第一次为外国人举办展览会 由于油价下跌 又因为乌克兰问题而受到西方制裁 俄罗斯经济衰退 几十万人因此离开了俄罗斯 许多公司被迫缩小规模 搬迁甚至是关门大击 我们的很多客户决定减少在俄罗斯的外派人员 因为你知道他们要用外汇支付工资 这对很多公司来说非常难过 俄罗斯抵制西方进口食品 进一步加深了经济困境 市场上很难买到西欧式奶酪和肉制品 不过这也为当地的加工厂商提供了机会 改作迎合西方口味的产品 我们一旦进入这个市场 人们就可以比较我们的产品 选择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这样 目标就是跨进这个门槛 然后就比较容易了 展览组织者指出 现在是进入俄罗斯 占领这个市场的良机 我们相信现在是外国人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好时机 尤其是市场缺货的时候 我们相信现在是到俄罗斯投资的好时机 尤其是在部分投资者持怀疑态度的时候 一些留在俄罗斯的外国人则保持乐观 认为会再次尝到成功的甜头 如果你坚持下去 显然就比那些离开的人占优势 跟98年危机一样 当时很多公司离开了俄罗斯 那些坚持下来的公司 最终比那些艰难地重返俄罗斯市场的公司 发展快得多 在俄罗斯经济危机之前 莫斯科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城市之一 现在随着俄罗斯卢布的贬值 只有美元或欧元的外国人 在这里的生活比以前要好得多 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